其实后面可以延伸怎么样 你如果要把YouTube上面的影片 清单里面的影片 全部下载下来 并且把那个名称 变成你下载的档案名称 所以你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 这个上面的名称 你要把它抓到 第二个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复制这个连结的网址 所以至少你会需要两个东西 以前的话 如果你要土法链钢来做的话 很麻烦 你有可能要选它 然后按右键 它又跑掉了 很麻烦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怎么样 我们用程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 我刚刚讲过素养 有些中医素养 不是一天就可以达到的 比如说第一个 你要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按右键 里面有一个什么 这个网页 特别说我这个是从哪个地方 从第一个范例衣这边 范例衣里面这边有一个 这个什么连结的清单这里 这个清单 你可以点击进来 就这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用我们之前 列席的清单都没关系 然后第一个你可能按右键 这边有个检查原始码 检查原始码里面的话 就是这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这个网页背后的语言 有这么多 那当然呢 有些人会跟你讲说 我们的连结在哪里呢 在这边 那当然稍微聪明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Ctrl F放一下 就是它的东西在哪里 可是我跟各位讲 不用那么麻烦 其实你大可可以先不用知道 里面原始码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把这原始码 全部都搞懂 我看你也想要放弃了 光看到这些东西 头都晕了 有没有 这感觉就是密密麻麻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Python 提供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 最重要 因为网页它的组成 有HTML 有CSV 有JavaScript 可能还有一些XGens的东西 还有一些有的没的 反正会有很多要素 但是目前呢 如果你要爬虫的话 你只需要知道两个东西就好 HTML的标签 第二个 CSS的类别 因为呢 CSS其实就是 你的上面东西 它要长什么样式 就像Word里面有样式 那 主要我们把特征找到之后 再交给那个 这个Python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叫Beautiful Shub Beautiful Shub Shub 汤 美丽的汤 美丽交给美丽的汤 可是跟那有关 反正就是一个名称 我不知道它怎么取这个名称 反正有时候 这个名称取得有点无厘头啦 不过总会有个原因 那为什么 如果有答案的话 欢迎再告诉我 请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为什么它要叫Beautiful Shub Beautiful就是美丽嘛 Sub OK 那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美丽汤 它可以帮你什么 帮你找到HTML的 它的标签的那一段东西就好 还有就CS样子 如果都长了 你要把那个长那样子的东西 全部抓出来 它就只要点Test 里面的文字都帮你抓 或者点HREF 它的超连结就抓过来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第一个 我们要先装Beautiful Shub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要了解 如何找到 那个网页里面的特征 然后再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你的东西就抓下来了 那以这一题来看 这一题范例是最简单的了 不过其实看起来应该是不简单 但是我尽量把它讲得简单 这两个东西 Beautiful Shub 跟那个你要找的特征在哪里 那如何找特征呢 可能你需要学会什么 学会那个Chrome本身 它有一个找特征的很好用的功能 那那个功能可能一般书里面没有特别讲 那个也是实物经验 怎么做 比如说像标 这个是我总共有四个影片的名称 那其实他们应该都有共通的特征 所以我只要找其中一个 其他应该都一样 那怎么找 按右键 里面有个检查 OK 关键就是这个检查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不懂的检查 你就要 如果你是傻傻的去开原始码 慢慢找 我跟各位讲 那太笨了 没有人这样一定要检查就好了 那检查怎么检查 特别是要有一些重点按右键 它会跳出什么右边 或者下方 会有一个什么 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出现什么 你目前的 这个标题 它现在的那个什么呢 HTML的标签 跟它的CSS各是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从下方 或者你可以 假设你的不是在下方的话 你们的可能会是在哪里呢 可能会是在右方好了 它可以改变 比如说你们可能在右边 是不是右边吗 还是在右边 那如果你要在下方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那个 怎么样 你的网页的原始码 比较长的话 比较宽的话 那你可以改变 改变怎么改变 在这个画面的右上角 有个三点 三点这边有个Duck Duck Side 就是你要放哪边 那你可以放右边 你也可以放下面 Button 可以这样改 这边三点 可以把它放右边 那假如我们先用右边好了 那首先你会发现检查之后 它很贴心 它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一段 它所在的位置在这里 那你游标只要变动的话 它旁边会跟着改 所以你会发现 我只要改这边 有标放这边 它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呢 你所在的这个标题 它的HTML标签是A A应该知道吧 A就超连接 HTML标签A 是超连接 OK 然后它里面有放了一堆文字 就这些 有没有 01 那所以你只要怎么 找到那个 它里面的文字 你可以把它抓过来 但是这个文字 前后很多空白 你要把它去掉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A 后面有个HREF的属性 有没有 A HRE 那这个HREF的属性 你可以把它抓回来 那就完成了 大概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点TES 一个是点REF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网页里面的 但是特别注意 它这个特性里面 后面还有一个点Class Class是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 意思是说 这个A是它的超连接 Class是它类别 就是那个超连接 长得像 后面这一串 这个后面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它样式名称 那特别注意 样式名称一串 但是你会发现 它中间有加空白 表示说它其实有很多种样式 那你只要找其中一个样子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等一下可以 以哪一个呢 以第一个好了 它第一个样式就是 PL Video Title Link 后面空白这个不用了 所以我就拿这几个特性 找到之后 我就丢给Beautiful Shope 它就可以帮我把 要找的东西全部找到了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熟悉一下 这个环境 这就要检查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会检查的话 就按右键检查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找这个是这样 找这个是不是也一样 按右键检查 你会发现 下面这个2 它的A class 这个后面的 这个class的名称 居然跟刚刚E一模一样 下面这个应该也是一样 按右键检查 它会跳到这边来 而且你只要移动 它好像都会还跟着你 移动滑鼠的位置去改变 其中的话特别注意 A是HTML语言 class就是CSS 所以这里面的话最重要就是这两个东西 你一定要清楚 如果你清楚的话 以后要抓资料就简单了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什么 把程式撰写出来 那我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程式 基本上就九行 嗯 不多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一样要request 所以import 这个request 第二个呢 我会需要一个 这个BS4的module 里面的话会用到一个function 叫beautifulshipper 所以我可以from 特别说它语法 不太一样 它是from from后面这个是一个模组 在这个模组里面呢 我要import这个function 特别说from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import BS4吧 不过变成它全部都引进来 我可能不需要 我只要beautifulshipper就好了 其他不需要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不过我一直行 它当然会出现错误 因为它刚刚跟我讲什么 哎 BS4这个好像没有安装 因为这个beautifulshipper 它不会预设装 所以怎么办呢 一样 我们需要怎么把它装进来 所以第一步我们在六支室里面 我上面有跟各位讲 用pipe install 但是如果说你电脑有装好几个 像刚刚有同学问那个 其实装了什么没效 因为你装在 假设你要用的是A 结果你装到B里面去 当然不会work 所以特别注意 那我有特别讲到 你怎么知道你是用哪一个方式 你就在Windows Preference里面看一下 这个py interpreter这里面点两下 你现在用的是C底下 所以我就在C底下的这个去装 装的方法我前面讲过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等于是复习一下 我就是开我这一个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安装 因为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这样我这一台会失败 我这第二个方法 在这个底下 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cmd enter 它就跳一下 跳这个命令提示资源 接下来呢 我就是把这一串 python 手动一个 一个minus for m 有点像手动安装 从就是指定 我要装在 这个木屋的python里面就ok 我先把它复制好了 或者你最好可以自己打 ok 然后把它贴上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帮我怎么样 把它强制安装 beautiful ship到 我的这个library里面了 那我就有这个beautiful ship 不然的话呢 它是不行walk 不能walk 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装 那当然 如果你装阿卡宏达就不用装 因为它都帮你装 但缺点就太庞大了 我比较习惯 我要就抓 抓也不会很复杂 抓 你要学会抓也很重要吧 不然它全部都帮你装 如果突然有一个东西 因为没有帮你装的话 那你怎么办 你就不会装了 ok 所以 试着就是自己装装看 因为很复杂 ok 好 那装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有beautiful ship了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request 所以一样呢 这边一样用request里面的get方法 跟前一题是一样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个网址丢给他 这个网址后面的话get 这个网址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什么呢 后面这一串 我就把我的网页的这个 刚刚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 上面这一串 就是youtube底下 所以youtube底下 特别是他有一个结构 playlist 问号就是他的参数 参数名称叫list 等于这一串 你会发现他参数还有一个 这应该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清单的ID 他用乱数产生 你用他这一串 end 后面有一个end 就第二个参数叫什么 disable什么 pulment true 这不知道是什么 ok 反正不管我就把这一串 复制起来 帮我get下来 他就会帮我这个原始码里面的东西 把它抓下来了 但是抓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假设我今天 先不要跑到beautiful shop 底下这些先不要跑 我就先怎么样 先print 这里面的东西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print print什么 print html里面的文字的话 那其实下来的东西 应该就是他的原始码 所以html里面的东西 那我要html里面的文字部分 你帮我把文字get下来 那你会按执行 他会下载是这一堆 有没有这一堆是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解释原始码 一样的东西 就这一些 但是我要从这原始码里面 帮我去无存经 所以其实 beautiful shop 他做的是什么事 就是帮你去无存经 而且这个是非常棒的功能 因为其他语言没有beautiful shop 所以以前 我如果用java来爬虫 整天会吐血 太难写了 什么都要自己写 但是如果有那个 Python的beautiful shop 你只要知道 刚刚讲那些特征 把那些特征呢 放到beautiful shop里面 他就帮你把你要的东西留下 我们要什么 第一个标题名称 第二个你的那个连结 OK 怎么写 特别重要 接下来我们用beautiful shop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呢 有几个重点 我们这个地方 后面总共会有 这个先把这个注写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beautiful shop 后面加上什么 加上htm 就是我刚拼的这些原始码 我就给它 后面再加一个固定的参数 就是呢 html.passer 这个是固定的写法 它里面有好几种 其中固定就是 我如果要爬 网页东西的话 那我就给固定的这个名称 OK 那它会怎么样 产生一个 sp的一个物件 那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要找什么 找里面的几个特征 特别注意 它有几个方法 sp里面呢 你们只要记得 两个方法 一个叫find find的话是find一个 也就是你要在里面找一个标题 那你就find 但如果你要找到全部的话 你就find all 那find的话是找一个 find all的话是全部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上面总共有 一二三四四个 所以我要find all OK 如果你用find的话 只会找到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呢 你就把后面填空题 有没有这边的话find find all 底线 all 第一个的话呢 你要跟他讲 你的标签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特别强调 html标签是a 所以你就把a填到哪里 填到前面 第二个的话呢 class是什么 它的类别 类别在这里 class后面 你就把这一串 特别说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其实不用全部啦 我们只要其中一个 所以就是把pl 这边一直到下一个空白 其实你可以点两下 用选的 选这边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你再贴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是a a的话是它的html标签叫什么 逗点第二个是它的class的名称叫什么 所以理论上 如果你可以找到网页上这两个 特征 基本上就ok了 剩下来的话呢 它会帮我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找到 我刚刚讲 也许我们先用fine 如果我今天 假设先fine 我不要fine all的话 那fine的话呢 它会先抓一个 所以你把它这个print 比如printer printer 假设我刮符之后的话 我如果说找到的这个list 当然它fine的话 只会找到一个 一个 里面的什么呢 如果文字的话你就test ok 那我就把这个print出来 你会发现 有没有找到东西 你会发现它找到了 但是只会找一个 有没有发现 底下就一个 可是如果要找全部的话呢 那你就fine all 底线哦 把所有这个网页里面 所有是超连结 而且它class是后面那个 全部帮我找到 ok把它print 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字的话 但是因为它是很多个 所以我必须在底下的 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叙述方式 就是for each的叙述方式 就是帮我呢 把这个网页里面的 这个所有的list 讲这样子的 一个一个帮我把它 读到s里面去 那特别注意 s里面 是它里面的文字 所以特别说 点test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 如果它这个a 到这个a结束 里面的文字就放这边 那里面还有一个标签 叫href 我要抓这两个东西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s里面的点test 帮我抓出来 s后面加上一个get get是取得标签名称 特别注意 因为它是一个属性 所以在里面 它如果是长这样 href等于什么的话 你用get的方法 如果是像这个里面是 文字的话 就不用加一个get 直接点test 就OK了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地方 做逐一逐一的 前面加上一个标题 加上一个网址 那我们看一下 知情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有没有出现 有了 标题 但是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这个点test 前后就我刚刚讲 前后多了很多空白 那怎么办 strip 所以电strip 所以这个strip很重要 如果你不会strip 很多东西 你就把空白拿掉 所以里面的话 也加一个空白 或者我镜像中 好像不加也没关系 它也会自动strip 这两个方法 OK我习惯这样子 帮我把前后这些空白拿掉 再print一次 看会不会OK呢 诶 这样 这是不是有些是全新版 还是说全部拿掉 OK 那我就这边不加 strip 好 前后东西全部拿掉 诶 输出各位可以看到 就把它strip 掉 那你会发现标题 就列出来了 然后呢 它的超连结 就这一个 不过你想说 诶 老师这个超连结 好像前面也少一个什么东西 YouTube连结 所以你没关系 如果要一个完整连结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YouTube这个连结 把它串在前面不就好 所以基本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它串到哪里 串到这里 拿一个strip 然后把它贴上 然后再串接一个后面抓到的东西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是标准的一个名称 加一个超连结的 OK 那这个连结ofok呢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我看一下贴到这边可不可以跑 如果可以跑的话 那表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贴上 诶 广告 ok 好 应该是有了 我看一下执行一下 哎呦 ok 哇可能要 跑完广告之后就可以看到 重点回顾 对 会员成绩会有略过 好这样子 表示应该有了 那如果这个做出来之后呢 你之后还要再去加上什么下载 那就可以了 变成一个批示下载YouTube影片的一个工具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说 那个操作的细节 恐怕还是要自己稍微体会一下 ok 所以特别注意啊 我刚刚讲这个素养 有没有 像这个网页我们看是很清楚 但是我发现有些同学 如果之前没有学过网页设计的话 恐怕看这个会看得很吃力 像A就是超连结 ok ok 然后class就是它的那个CSS ok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因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可能还是要便宜 如果你不懂的 什么叫HTML 什么叫CSS 隔壁街 隔壁街 有一家叫天龙书店 没有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如果你要真的彻底了解的话 可以在那边翻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要讲了 可能又是另外一堂课程了 我大概把一些重点稍微抓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Beautiful Super 太好用了 尤其它的Find 跟Find All 就足够了 大概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网路爬虫 用Find跟Find All 就够用了 真的Beautiful Super 真的是非常Beautiful 真的太好用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东西 真的你要用Java 或用VBA爬 真的会爬到吐血 还不一定爬得到你要的东西 那现在的话呢 是简单许多 所以这个重点 还是要需要有一些人家 已经帮你做好的东西 OK 请各位试一下